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三立新聞團隊在時隔兩年之後 再度重新回到夏威夷 潭香山為關熱朋友直擊 環太平洋軍演的第一手現場 現在目前呢 我跟我的攝影記者徐趙偉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夏威夷的珍珠港 而之所以呢會來到珍珠港 就是因為現在在我後面的這艘 號稱地表最強的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在昨天夏威夷時期的傍晚 是已經駛進了珍珠港 而且來做停泊 陳如呢 您現在在我們的攝影鏡頭上面 所看到的這個卡爾文森號停泊之餘 其實也搭載了非常多的戰機 這些戰機呢 當然也是這回軍演非常值得關注的一環 上頭呢根據我們了解 所搭載的戰機呢 有包括了F-35C逆中戰機 另外呢還有包含在上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就已經非常受到矚目的F-18大黃蜂 所以因此呢 這一回卡爾文森號是來到了珍珠港 也特別受到了這一回 所有環太平洋軍演參與國家的注目 當然呢 除了這一艘航空母艦上面所搭載的戰機之外 透過我們的圖卡腰來看一下 這艘航空母艦其實也非常小可 它除了是尼米茲級的核動力航母之外 它的航行速度也是相當之快 每個小時可以達到58.3公里 這也因此呢 這艘航空母艦當然是特別受到關注 而之所以呢 台灣的觀眾朋友更需要關注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在今年1月 這艘卡爾文森號呢 在結束訪菲律賓的行程之後 其實呢是曾經要經過台灣周遭 而且呢當時的時間剛剛好 是遇到了我們的總統大選臨近 因此呢從今年年初一開始到目前為止 我們其實持續不斷在關注卡爾文森號 就是因為它的確跟台灣有不小的關聯 這因此呢在接下來幾天 卡爾文森號的動向 我們三類新聞也會持續 帶觀眾朋友來關注 那我們手邊收到美軍的最近消息呢 目前預計最快最快在明天 我們就可以登上卡爾文森號 帶觀眾朋友來看更細部的細節 當然呢更多的鏡頭 以及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區域鎖定 我跟我的攝影機員徐曉偉 在夏威夷為大家帶來的報導 時間鏡頭 先交換台北 我跟我的攝影機員有很多人 不斷走 我看吃大家 不斷走 也會怎麼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